哈喽大家好,我是Movice 今天咱们来自家开的玩具边里面看看最近生意咋样 然后我刚来到的时候看到这个星光棒 这一版的话卖剩还有三个了 看来这个卖的挺好的 店里面玩具还是卖的挺好的 变形联盟,越野控勇者第三代 超伦神机手三合体 这个我没见过 这边还有一个强袭普利士三合体 变形联盟第三代的玩具我还没玩过 那今天咱们把这两个捞回家去先试玩一下吧 现在咱们已经到家了 咱们先来看这个强袭普利士 那这个玩具呢是三合体 有普利士头部和一辆运输飞机 加一个防宝车 现在把它拿出来吧 那这一次的变形联盟第三代玩具呢 已经全面升级了 不仅呢有精美的涂装 而且呢尺寸也变大了许多呀 那这里面呢还有三个散的零件 咱们先给它组装上吧 那这个样子呢就是它的合体模式了 那视频开中呢也说呢 它是一个三合体 那咱们现在就把它拆分吧 首先把刚刚装上去的 这几个零件先给它 栽掉 接着把上半身和下半身分开 这里按下去 它们就能分开了 然后再把这个小偷偷拔掉 那这个小偷偷拔掉以后呢 它是可以变形成一个迷你的强袭普利士的 那好了 现在这个头部变形成的迷你强袭普利士就完成了 接着还有两个合体呢 就是它的上半身和下半身 它们分别可以变形成为两个载具 首先咱们先来把上半身变成载具形态吧 它是一辆运输飞机 这个变形联盟三代玩具升级以后呢 扎持的质感呀 怎么掰都没事 接着咱们把它的飞机头给掰出来 然后把刚刚它们机甲身上摘下来的两个零件 分别装在这里 好了 接着就是它的下半身呢 它的下半身是一辆防爆车 然后呢 这两片给它翻下来 把这里翻下来以后呢 接着把这个轮子需要往前面调整一下 最后呢 再把刚刚带下来的这片零件 装在这个前面按进去 然后还有从手上面 这个武器装在这里 好了 咱们先把这些放一遍 咱们还有一个呢 超能神机手 这个也是扇合体 直接给它打开 那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装备吧 可以说是比较多呀 咱们现在先一一给它组装上吧 好了 现在就是它的完整的合体模式了 那现在咱们直接把它变成扇种形态吧 把这些武器全部栽掉 头部也栽掉 然后上半身和上半身分离 这个头部变形完成以后呢 就是一个迷你的超能神机手 好了 接着就是上半身和上半身呢 上半身呢 是一辆战斗机 首先呢 咱们先把这个往下面翻 然后把这个合起来 然后给它翻转过来 接着呢 旋转手臂 然后把拳头收进来 这地方卡进去 那再把刚刚摘下来的这些零件装上去 最后再把这个翅膀给安装上 好了 战斗机变形完成 接着就是它的下半身呢 它的下半身呢 是一辆无人机 首先咱们先把这一个翻起来 然后再把腿给它收拢 然后对准卡扣卡紧 接着呢 把它的脚调整一下 然后无人机 这个肯定是它的翅膀呢 好了 这一辆科技感满满的无人机 也变形完成了 变形联盟第三代玩具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全面升级以后 玩具各方面都有很大提升 这里再给你们展示一个好玩的 这个玩具的头部不是可以摘掉吗 那不仅头部可以互换 身体和武器呢 也是可以互换的 再把武器给它装上 那这么好玩的玩具 我要赶紧挠起自家玩具店里面展示了